各位朋友大家好 如果说习近平跟1949年以来历任的中共党魁相比的话 他有什么特点呢 这就是习近平在这一方面可以说他是做绝了 就是习近平不允许中共党内存在有派系 我们看毛泽东时代有左派右派走资派文革派等等 邓小平时代有改革派保守派等等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有上海帮团派等等 过去中共这些党内的派系都是公开存在的 也不是什么秘密组织 比如在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就是公开的走资派的代表人物 他也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 江青就是文革派的代表人物 他也是公开的也不隐瞒他的政治立场 邓小平时代就有保守派 比如说陈云薄一波这些所谓霸佬 他们经常在政治上和邓小平唱反调 他们就是他们的保守政治立场也从来不隐瞒 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中共党内的政治立场的差别就不是那么大 因为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所以在政治上 中共党内基本上都认为改革开放这条路是对的 很少有人反对改革开放了 也没有道理反对改革开放 不过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中共党内他的派系就不在以政治立场这么鲜明 而是以个人的权威来分出这样的派系 比如说江泽民的上海帮胡锦涛的团派 还有红二代出身的红二代派等等 这些人的派系的身份都是公开的 比如说李克强是胡锦涛的团派 这是人所共知 李克强自己也没有隐瞒过 可是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就整体消灭了胡锦涛的团派 那么中共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奇葩特殊的时代 就是中共进入一个党内没有派系的时代 或者说全部都是习近平清一色派系的时代 毛泽东曾经说 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 我们是党外有党 党内也有派 从来都是如此 这是正常现象 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 你说党内无派 他就是有 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 不过是哪一派占多 哪一派占少的问题 毛泽东对这个党内有派 他是容忍的 从来没有搞成党内全部都是清一色的毛泽东派 把法律他的人全部清除掉 很典型的例子是邓小平 邓小平自从1949年以后 他就基本上就成为刘少奇走资派的代表人物 跟江青他们这些文革派是水火不容的 但是毛泽东在支持江青文革派的同时也没有把邓小平他们这一批走资派全部清除掉 而且还在一段时间曾经还重新启用过邓小平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允许党内公开存在不同的派系呢 这就是因为党内公开存在不同的派系 这样整个党整个政权才是稳定的 毛泽东其实他明白 如果他把所有不同的派系都清除掉的话 表面上看是清一色 都是他的清性 实际上这样的政权反而是更不稳 现在习近平就是做到了把所有的其他派系都清除掉 只剩下习近平派清一色 那么我们看习近平把其他的派系都清除掉之后 他的政权稳了吗 显然他的政权并不稳 现在习近平把胡锦涛的团派他们都清除掉了 之后他又开始清除他自己的派系了 开始清洗他自己的人了 前前之后被拿下的外交部长秦刚 国防部长李尚福还有什么火箭军司令副司令等等 这些人都是习近平自己提拔中的亲信 绝不是什么胡锦涛的团派或者江泽民的上海帮 都是习近平的自己的 所以说习近平把这个党内不同的派系都清除掉之后 表面上看全部是习近平的清一色习家军 实际上这种清一色里面不稳定的因素更多 习近平的权力反而是更加不稳的 那这是为什么呢 在说这个中共党内的派系之前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政党的来历 因为在中国古代是没有政党的 政党是在近代以后才出现的 现在中国人对党这个字是熟悉的不得了吗 我上学的时候第一课就是学写毛主席共产党六个大字 如今毛主席早就不见了 可是共产党还是每个小学生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要学的这个字 当代中国人说话可谓是党不离口 动不动就是什么党员党委党风党报党组织党纪国法等等 所以党在中国文化圈里面一提起来 你就是一个保义词 但是如果追究起党这个字的本意和来历 就会让很多人感到大吃一惊 党这个字在古代它是一个贬义词 党人就是小人的同意语 中国古代把人分成两类 君子和小人 关于君子和小人的问题 孔子孟子朱子的历代这个子的高倍人物 他们都有非常精辟的论述 大文豪欧阳修 还有一篇快智人口的党棚论 所以关于这个君子和小人的话题 说起来就太深了 这里就不再多说 这里只是简明的介绍一下 君子小人和党有什么关系 古人说君子重义小人重利 有共同利益的小人 他们在利益的驱使之下 就形成一个集团 这样的集团就被称之为党 在现代汉语中 还残留一些这个党的古代的贬义词的意思 比如说死党恶党 结党因私等等 因为商人他是重利的 所以就违背了这个君子重义的原则 因此在中国的古代 商人都认为是小人 所以经商谋利的人 他都是一些小人是不被重用的 那么在中国古代 都认为当官你就要有君子风范 你不能去那个重利 那商人是重利 就是小人 他是不能当官的 所以在中国古代 商人是没有政治地位的 中国历史上 曾经有过多次党人实验 汉元帝时代就是宦官专政 很多比较清廉的官僚就遭到排挤 不得志他们就聚在一起发牢骚 就屏蔽时政 当时就称之为轻仪 宦官他本来没什么社会地位 就是一些暴发户 所以他们就对那些文人 那些一般的官员 非常的深不痛绝 因为这些文人对他们看不起 所以他们对这些文人 也是非常的仇恨 所以这些宦官就向皇帝告发 说是这些文人大臣 他们就夯瀉结党 就诽谤朝廷 就要向全国通令逮捕这些党人 于是就有数千名 这些所谓的党人被逮捕 而且汉元帝还下招数 将这些党人终身禁锢 不得再做官 连党人的门僧 雇人兄弟或者是五等亲以内 都遭到禁锢 不得再做官 这就是所谓的党雇事件 到了宋徽宗的时候 贪官蔡金又勾结宦官来独占朝政 蔡金就对反对他的 像司马光苏氏这些309个人 扣上一个兼党的帽子 在皇宫外面树立一个党人碑 上面就刻写了309个党人的恶名 要招视全国 这些被刻入党人碑的这些官员 他们重则关押 轻则就贬到外地去 非经许可不得回到内地 而且这些党人的亲朋子弟 也遭到种种的政治迫害 到了明神中时候 宦官魏忠贤又是专权 那些一般的比较清廉的官僚又遭到排挤 他们又聚在一起轻疑讽刺朝政 评论人物 完了以后 魏忠贤又把这些人就扣了一个所谓东陵党的帽子 就说因为他们所要是聚集在无锡的东陵书院周围 所以就把他们这些人说成是东陵党 要全部抓起来治罪 这些东陵党的著名人物均被迫害致死 其他一些东陵党的人物 至少有几百人都列入一个所谓党人的排名榜 生则薛吉 死则多去名誉 上面说的这些党人 或者是什么的东陵党 元佑党 他们这个党都是贬义词 古代就把这个重力轻易的小人集团称之为党 所以古代的中国的这些社团 没有把自己称之为党的 在古代大一些的团体 他称之为会 小一些的团体称之为社 比如说同乡会 各老会 会馆 诗社 画社等等 现在汉语中还沿用了一些过去古代 这个会和社的古代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说协会 出版社 通讯社等等 那么中国具有贬义词的这个党的这个词 为什么什么时候突然又上了大雅之堂 成为了一个保义词呢 这还要从辛亥革命说起 最早的革命组织叫做同盟会 新华会等等 没有称之为党的 在日本明知维新之后 日本人一切向西洋学习 但那时候大部分日本人不懂洋文 但是他们懂得中国这个汉文 所以他们就要把这些洋文翻译成日本人 能看得懂的汉文 当时日本人要把洋文翻译成汉文 其中最难的就是汉文中一些没有的固有名词 比如说英语中party这个词 在汉文中是没有的 那他怎么来翻呢 这时候日本人只好凭他自己的体会 来制造一个新词 日本人本来也不太精通汉文 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就把这个party翻译成党了 于是日本就出现了什么自由党 立宪党这样的政治团体 当时清政府驻日的使馆的参赞黄尊县 他还写了文章嘲笑日本 说是日本人对汉文一点不懂 既然还出现了自称为党的政治组织 因为当时候中国自称党的组织 那都是小人集团的一个灭称 不过黄尊县的这个嘲笑声音未落 中国自己也出现了称之为党的政治组织 因为当时辛亥革命的这些革命家都是来自日本 用现在的标准来判断 他们都属于哈日族 就是日本人用什么词 他们就跟着用什么词 当时日本这些革命家就把这些总统 总理 书记 干部 这些日本人创造的一些词汇官名 都照搬用到中国 把党这个词也带进了中国 按照中国的传统 党是贬义词 应该把这个国民党 共产党 称之为国民会 共产会才合适 可是当时辛亥革命的那些革命党人 他救国心切 他也顾不得日本人翻译这个汉文 是不是合适 就一味的胡伦腾枣 我们就照搬硬套 于是中国大地上就有了像国民党 共产党这样的心词 另外中国古代这个会 它指的是民间团体的 并不是指政府机关的 可是日本人就把这个政府机关也翻译成会 比如说叫做国会议会 后来中国也跟着日本 把这些政府机关称之为什么国会议会 现在中国人似乎已经完全接受了日本人对党这个理解 已经忘了中国古代这个党过去曾经是一个贬义词 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党员 共产党人已经与古代这个党人 是意思是相反的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成为这是汉语的一个发展的进程 不过我个人总认为把这个party翻译成党 小人味道重一些 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你像同文会九三学社这样的称呼 从文化传统的感觉上就更好一些 现在又有一种新的趋势 就是把古代贬义词那个党又改为邦 在古代这个邦指的是一些暴力团伙 和小人集团这个党还是意思非常不一样的 但是现在人们也顾不得这些过去的古代的这些词语规范了 就把党派称之为邦派 把结党营私称之为结邦营私 把四人党称之为四人邦 古代中国一直就崇尚君子是不结党的 《论语》里面说君子不党 莫子里面说不偏不党 《书经》里面说无偏无党 王道荡荡 到了宋朝朱喜就把诸葛亮 杜甫 严真卿 韩玉 范仲淹五个人 称之为君子的典范 称赞他们叫做正大光明 累累落落 后来皇帝在大殿里面也挂了一个叫做正大光明的匾额 就是表示皇帝他是志在君子 不敬小人 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要战赏君子不结党呢 因为一个人一旦加入一个集团 就不得不考虑这个集团利益 一些本来自己不赞成的事情 为了维护集团的集体利益 那只好是装聋作哑 说违心话 做违心事 所以一个人一旦加入了党派 他就很难做到真正的独立和公正 这当然被那些崇尚君子 叫做独立公正的这些君子的人 就认为一个人不能接党 所以中国的君子 因为他不接党 他就是一个孤家寡人 中国古代崇尚个人的修养 崇尚那种出于污泥而不软的风格 因此中国古代的君子人物 往往都是不合群的 他们都是自傲不凡 孤方是嗓 他做事情是不和别人同流合污的 这里就推荐一篇中国流传盛广的 君子的典范文章 叫做爱连说 我们从这篇文章就可以体会一下 中国古代君子他们追求和风范 爱连说写道 水路上草木之花 可爱者甚多 近代桃园名就独爱菊花 不过自礼堂以来 一般人都很喜爱牡丹 而我却独爱莲花 我喜欢它出于污泥而不染 在清风中飘莲又不显妖艳 莲花中空外直 而不攀枝深漫 从远处品闻莲花的方位 更觉清香 莲花在水面上亭亭玉立 只可在远处观赏 而不可轻挑地玩弄 我以为菊花是花中的影视 牡丹是花中的贵人 莲花则是花中的君子 喜爱菊花的桃园名之后就很少听到了 而喜爱莲花的除了我之外又有几人呢 至于喜爱牡丹的那当然就人数众多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爱莲说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那些君子 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追求 而中国古代这种所谓崇尚君子不党的君子 他们在现代的政治斗争中必然也会输得一塌糊涂 而且呢中国古代的君子们 他就要推崇那种影视 推崇谦让 不像西方那个政客是赤裸裸的要进行竞选 要拉选票 要争夺政权 中国君子这个不结党的原则和谦让 不争这个风尚啊 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谦让又让那些结党不谦让的小人处处占便宜嘛 因为你君子谦让 小人不谦让 所以呢君子和小人斗 基本上都是君子书嘛 这个中国古代这个不结党的文化 也是中国政治一直难于健康发展的一个文化背景吧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装 第二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